接下來上場的是玉兔還有紅獅 喬你們兩個打扮 該不會要當小朋友的女王 哈囉 大家好 大家有沒有看到我頭上 有個很長很長的動作 大家知道我是什麼姊姊嗎 你們好吵詹 我都聽不到耶 我手上一二三 我聽到有人說我 我就讓他回答好不好 一二三 好 我看到一個了 弟弟 我是什麼 我是什麼動物 一二 兔子姐姐沒錯 送妳一個 海綿寶寶的貼紙 我這給妳... 這送妳要注意喔 那還是妳喜歡這個呢 好 妳先給妳好了 然後我們等一下要玩一個魔術 然後我要請兩個 一個小女孩 一個小男孩 來幫我忙 然後如果女孩子贏了 可以得到這是什麼 對 女生呢 如果幫我這個忙猜對 我就可以送她一個珍珠美的魚 那男生如果猜對的話 我就猜到一個什麼 海綿寶寶 看來送禮物已經成為表演 必須的一部分啦 不過玉兔妳還真的大說比 人家送妳糖果 妳送貼籍 那小熟姐姐選一個男生 好 那誰 我數一二三喔 一二三 看來紅色人氣不輸玉土呢 不過他們打扮成這個樣子 到底是要表演什麼呢 趕快來看看好了 大家拍手 在哪裡啊 還有三張牌 我這邊手上有三張牌 一二三 那一張紅色的 這是愛心的 那一張黑色的 黑桃的喔 還有一張 最後一張是什麼顏色的 黑色的 所以我現在手上有一個 紅色的 兩個黑色的 那我們把紅色的給小熊姐姐 好 好 那你們現在看一隻 有愛心在哪裡 那我們翻過來 愛心問一下愛心在哪裡 在這邊 所以這招是什麼 這招是不是黑色的 對 好聰明是黑色的耶 那我們再猜一隻 紅色的在哪裡 那裡 一二三 黑 紅色的在往這裡耶 黑色 來啦 我們再一次好了 好 小熊姐姐在變一次給你看囉 來 給我牌 大家注意有紅色的喔 在這邊對不對 我又有三張牌了 現在 複子姐姐要什麼牌呢 我想要黑桃的 好 黑桃給她 黑桃的這張牌 讓大家看清楚我手上的牌喔 這張牌是什麼顏色的呢 黑色的 黑色的好聰明喔 那紅的在哪裡 這裡嗎 一二三 三九九姐姐這邊是不是 我們打開號 一二三 黑 那現在我這裡耶 為什麼 是不是很神奇 那我就問大家 你看到時候她一個是愛心的 兩個都是黑桃的 大家都覺得她很不合群 對不對 對不對 那我們數到三 一二三 我們把它變成黑桃的好不好 好... 來喔 一二三 黑 黑 然後請問一下大家喜不喜歡愛心 喜歡嗎 那我們把它全部變愛心的好不好 好 我們數到三 再說一二三遍好不好 來 一二三 愛心的 你們好厲害 開手 好 兩位小朋友 妳看到了什麼 沒有 沒有 妳的牙齒滑那句 也是魔術嗎 不是啦 掉了 掉了 好開朗的腳 因為剛剛看到這個 妳覺得有沒有很好看 有 有比剛剛像白雪公主啊 海綿寶寶那些好看嗎 一點點 哪一個 妳現在最喜歡的是哪一個表演 送妳一個貼紙 妳先不要 妳最喜歡的表演是哪一個表演 她不敢 豬子姐姐 耶 好 剛剛這道表演怎麼樣 我覺得小朋友會覺得很驚奇 因為變魔術的東西 其實小朋友是會喜歡的 對 那如果是要跳舞當中 融入變魔術啊 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 就只有兩個小朋友的機會 就 而且待在那邊 會不會有點乾 而且他們反應 可能沒有那麼快 他變的時候他們可能 只會嚇一跳 他們也會來不及反應 他們速度要放慢一點比較好 好 節奏會有點快 對 剛剛玉兔 比較還是有一點 對 講話 這什麼人說 你說 紅桃在哪裡 紅桃 黑桃在哪裡 黑桃在哪裡 要把控格填滿 妳看我激起小朋友 到最後來說 老師 哪個是黑桃 誰飆過牌有沒有 好的 謝謝兩位小朋友 謝謝 謝謝 請謝謝 下一位 下一位